會當場損壞 公車故障無法行駛 事發在台中北區金五路 司機行駛到一半 發現無法搭檔 覺得有問題立刻檢查 同時也請乘客 轉乘其他公車 不過大家熱心協助推車 也讓司機覺得暖心 當下司機也依照公司SOP 詢問乘客是否留下聯絡資訊 方便事後進行退款 不過因為大多數都是台中市民 因此10公里內車程免費 沒有退款問題 不過一群乘客下車 騎行合理推公車 暖心也吸睛 暖心揚記憲正台中採訪不到